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国演艺界亦有另一宗喜事 就是韩剧和游记30岁女星 吴连旭承认跟花样男子28岁金范拍拖 据报女方在新剧《煞科》后 经有人介绍下认识金范 有目击者表示 二人曾在首尔轻弹洞的餐厅撑似角 虽然附近有不少时刻 但他俩依然表现亲密 似乎眼中只有对方存在 据金范所属事务所透露 由于二人拥有共同喜好 所以欲走欲进 最终成为恋人 不过 由于他们拍拖只有短短一个月 目前正处于互相了解的阶段 希望粉丝能送上温暖的祝福 内地男星高云祥社请亲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米月传》中饰演一群王一脚走红内地男星高云祥 涉嫌连同一名义以Vab Jane的男子于西尼一酒店性侵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知 高云祥与有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有人在西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他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亦表示不知情高云祥涉性侵被捕 老婆力挺 我相信他男星高云祥以《芈月转》一曲王一脚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侵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道歉 老婆董璇也马上转发写下 让大家担心了 我相信他 力挺老公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并表示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而高云祥与令明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 皆涉及性侵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居留中 内地男星高云祥涉性侵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芈月传》中饰演一曲王一脚走红 内地男星高云祥 涉嫌连同一名一音 Web Jane的男子于悉尼一酒店 性侵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知 高云祥与有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有人在悉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他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 亦表示不知情一曲王社性侵被捕 工作室发声明道歉男星高云祥 以《芈月传》一曲王一脚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侵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表示 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而高云祥与另名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皆涉及性侵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居留中 内地男星高云祥涉性侵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米月传》中饰演一群王一角走红内地男星 高云祥涉嫌连同一名义以Vab Jane的男子 于西尼一酒店性侵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知 高云祥与有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有人在西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他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一表示 不知情一群王社性侵被捕 工作室发声明道歉男性高云祥 以米月转一曲王一角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侵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表示 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而高云祥与令明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 皆涉及性侵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拘留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